各位欢迎来到照理拍完 前两期我们跟大家聊 说随着美国这个住房保护法案 马上就要到期了 很有可能8月末9月末 美国会出现大量的流浪的无家可归的人 为什么 这些人要么是还不起银行贷款 房子被收走 要么是因为疫情原因失业了 没有收入了 没有钱交给房东 按照美国法律规定 本来房东你要保持他几个月的居住 现在这个居住期到了 房东收不到房租 只能把他们赶到大街上去 也就是说 未来美国大街上的流浪汉无家可归者 会越来越多的 而且各地方政府恐怕对解决这个问题 是束手无策的 为什么 我们可以来看看纽约 咱们知道 纽约市平时就有大量的流浪汉在街头 纽约市政府也有相关的部门管理这些人 经常给他们搞一个收拢所 让他们在里面居住 今年3月底以来 美国疫情开始爆发了 在流浪汉收拢所就有多个人被确诊阳性 本身流浪汉收拢所就人口密集 而且这些人平时还要到大街上去乞讨 去卖疫 所以纽约市长特别担心 这些人有没有可能成为行走的传染员 因此纽约市长当时下病 就这样吧 为了整个城市的安全 我们把所有的流浪汉都别给他收容到这个收容所中 我们把他们请到酒店去居住 当时正好是疫情啊 纽约很多大大小小的酒店也没有客源 这下好了 政府买单 政府以平均每个房间每天晚上175美元的价格 向接近200个纽约的酒店 统一收购了超过1万个房间 把纽约市面上1万多个流浪汉全都请到酒店去居住了 光这一项一天就要花纽约市超过200万美元 大家想想从3月底到今天已经多长时间了 当时纽约市长还琢磨 说你看这个疫情不是我这个事出的事 美国中央政府有相关管理部门 所以人家说了 这笔账我们将来得找中央政府报销 而且当时可能也没预计到这个疫情会传播多长时间 所以纽约市长还大言不惭的说 没事啊 这些流浪汉你们可以一直住 一直住到疫情彻底消除为止 前一两个月啊 这边流浪汉也还待得住 毕竟是酒店嘛 这个居住环境比在街头强多了 可是时间长了 他们也没收入啊 他们晚上是在酒店住 白天还得出来乞讨卖艺啊 于是这些酒店周边的居民是苦不堪言啊 他们感觉到这些流浪汉的存在 严重的扰乱了他们自己的生活 而且咱们知道 美国有很多流浪汉 并不完全是因为穷才流落街头的 有的人可能因为赌博 有的人可能因为吸毒 搞得倾家荡产 但是你流浪之后 只要能搞到毒品 他还要继续吸啊 这些恶劣的生活习惯 让他们的邻居非常不满 邻居们纷纷抱怨 因为流浪汉的入住 生活品质下降了 甚至小偷小摸抢劫的事情也增加了 更关键的是 对于纽约市政府来讲 可能原本预计啊 你看我一天就两百万美元 一个月就得六千万美元 原本想是不是俩仨月 我这个疫情就结束了 所以我才让这么多流浪汉 政府拿钱让他们住酒店 现在一看从三月底到八月底 已经五个月了呀 疫情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 按这个状态看 再来五个月那都很可能啊 到时候一旦联邦政府不报这个钱 怎么办 纽约市政府难道要拿出几亿美元 来贴补这些流浪汉吗 所以纽约市长已经说了 收回原来一直让他们住酒店这个承诺 未来可能得分批分期啊 把这些人再遣返回这个流浪汉收容所去 不能让他们再这么免费住酒店了 可是咱们也清楚啊 那些收容所条件非常差 你如果说纽约现在疫情得到好转了 也行 如果纽约疫情没好转 把这些人再送回去 上万人呢 会不会成为疫情的又一个破口 确诊人数继续增加呀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完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